你看这个花是不是有点很妖艳的感觉呢 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鹦鹉嘴 现在呢这是一个小盆的 等它长大了开起来的那个感觉 是相当相当震撼的 养起来简单啊 爱开花呀 它有点像什么呢 你们养到的太阳花那样 你看每一个雅典都有花包 每一个雅典都有花包 你如果养得好的时候 我的天爆花起来 简直能够 可以说是秒杀一切了 这话说呢老花姨我知道了 那怎么养 其实养护方法比较简单的 跟大家简单的一说吧 你看首先第一步 你观察这个根系长满了吗 你看这个根系都长冒盆了 那你就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盆了 那有话说我怎么换盆 直接上教程 说到主第一哈 先观察这个植物 如果说掉两个叶子 掉两个花 这个是属于很正常 如果说都已经下边全断霉了 或者说都干枯死掉了快 要及时联系客服啊 你这种情况 你们别动不动 就来找老花姨了 找客服 对吧 很多花肉买别人的花也那样 你看我收到这个花这样那样了 怎么办 联系客服 你买的是买的好东西 首先第一步呢 观察这个根系 跟大家说过无数次了 这个根系长满了 就要换盆了 换盆呢 一定要排水透气的 然后呢 就可以往里放了 放的时候不要埋得太深 底下垫一点底土 笔花笔花嘛 你看这样一笔花 对吧 差不多 就垫薄薄的一层底土就OK了 想让咱们垫成底土 不要埋太深了 好吧 肥料这个还用教给大家怎么用吗 可以撒到底下 也可以半土 也可以撒到盆表 想怎么用怎么用 好吧 底下撒一点 避免有根系直接结束 然后呢 把这个放进去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没事 有的话说 这个都漏出来点了 跟这个原来的这个土面持平 是最哇塞的 放上 做完之后呢 这个我给大家的建议啊 你这个架子呢 也可以拆掉 也可以不拆掉 我们之所以搭一个架子呢 是因为它长的地方太大了 因为我们大棚里面去养花的时候呢 要考虑它占地面积 所以说用了这个架子 你们也可以让它往上爬 当然了 也可以像我这样子 给它剪开 还是漂亮的 还是很漂亮的 这样可以当一个垂吊的去养 你们也可以支个架子 也可以垂吊 垂吊起来呢 它接触光照会更充分 然后开的更多 你能想象吗 抽包 开的满满当当一盆花 我的天 老哇塞了 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肥料的事 肥料刚才咱们下面用了一点 这个肥料 是咱们老师给大家推的 那个会玩的 也可以抓一点撒到上面 一百天一次 满足基本的生长了 稍微顿时一下 浇一遍透水 放到光照好的地方 这玩意它不怕晒 之后呢 就是给足光照啊 抽包 这玩意它一直开一直开 但是呢 它怕冷 你冬天的时候五度以下 你一定要放到室内 光照好一点的地方给它 全年不爱生什么冰虫汗 也是比较推荐的一个花 如果喜欢的抽包 可以看一下下方小光照 好了 我是老花一 两花最转意 白了抽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